我们是经过朋友介绍恩师的 2004年我们相识了 2009年我们结了婚 至今已经结婚8年了 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6岁了 我觉得我老公特别大男子主义 他有事情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爱人经常埋怨我整天在外忙于硬 也不管家里 可是每天不在外面奔波劳路 怎么能挣钱维持生计呢 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去操池 我去打理 我也有工作还要带孩子 我也很累 我觉得我要比我老公付出的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工作都比较忙 所以我们要和老人住在一起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矛盾随着而来 我老公经常不在家 每天我面对婆婆和孩子 我觉得相处起来真的很难 然后这个事情现阶段还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一直都生活在纠结中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张先生33岁来自湖北自由职业 来有请张先生有请 程女士32岁同样来自湖北自由职业 来有请程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我要来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我俩之间的矛盾 你俩什么矛盾 矛盾特别多 一个一个说 就是我们俩结婚八年的吧 就是他也是真的是特别忙 然后每次都回家 特别晚两三点钟回来 是每天吗 几乎吧 就是我其实也想他多点时间 能够陪下我和孩子 但是就没有时间 有时候周末的时候 想跟他约下时间说 这个周末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 或者怎么样啊 他就说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 就这样这种事情 我觉得有些东西啊 不能片面地听他说 他说肌肤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星期 我觉得应该还是 有一两天在家里陪孩子的 一个星期 有一两天在家里陪孩子 首先我这个行业 有比较特殊啊 我们这个方式是做 五美工程的 基本上我们做活动 都是周末 周末孩子在家里休息 我肯定没有时间陪他了 但是平常的话 我可能只要说有时间 我肯定会在家里陪孩子 但是我觉得作为妻子 我觉得我既然嫁一个男人 我肯定是希望他能陪我 如果他不能陪我 我干嘛嫁给他呀 我自己可以 我自己可以生活呀 说得对 我需要找个依靠 如果说我在外面玩 你可以说我 但是我更多的时候 是在外面工作 做不好 我不知道你是在工作 还是在应酬 反正每天回来这么晚 回到家啥也不干 只要往床上去躺 衣服都不脱 是这样吗 可能有时候喝多了 不知道吧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 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要这样说 我也没办法辩读 为什么呀 忘了呗 喝断片了呗 他说我不想 那我不知道啊 可能有时候会 一年可能会有了嘛 一两次要断片嘛 这要按老婆说的 确实也挺痛苦的啊 天天见不着老公啊 确实天天见不着啊 真的是 有的时候 孩子家长会 我说想着爸爸去一下 他也不去 所以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是希望孩子能够 就是说有母爱 有父爱都有 这样孩子才会 就是身心比较健康嘛 如果老是 像跟着妈妈一起玩 肯定我觉得 男孩子就会比较 就是良良腔啊 比较偏向于女性的 那种性格 其实我是 我是不太愿意这样子的 我觉得男孩子 应该要阳刚气足一点 多跟爸爸在一起 但是这个 你说朋友陪孩子 这个东西我承了 可能有时候 我确实在外面应酬 可能确实是少赔的孩子 这一个我承认 以后啊 多赔点就完了 还有别的吗 有 他经常就把钱借给别人 然后就不跟我说 而且也不是小金额的 经常是几千几万的借 因为我们他做生意的嘛 就是很多钱 可能就放在公司 就是我 我自己也自己上班 就是我们没有说 很刻意的 一定要管双方的钱 就这样子的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钱 可能没有经过我的手 我就不太知道嘛 那你这个 他给家里交钱吗 给 然后钱谁管呢 给我啊 给你管 那他借出去的钱 就相当于是 沉淀在公司里的 周转金是吧 我不知道是周转金 还是他自己的小金库 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 我不称诚你的说话之了嘛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 我在武汉打拼工作 我刚起步的时候 有很多人帮助过我 别人现在有困难了 我借钱给他 我觉得也无所谓 借点 借点 你老婆说不就完了 其实我觉得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这去买 因为这是我们刷放 共同的财产 你这去买 要跟我讲一声 跟我说一声 这是对我的一个尊重 那不然的话 我以后我也借钱 我就随便借 也不还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我也曾经受过 别人的帮助呀 对不对 但有时候 我觉得钱少了 跟你说 人家借过来 借点用两天 就还给我了 我觉得有时候 没有必要跟你说嘛 人家借了 又不是说不还 以后跟老婆打个招呼 能做到吗 我觉得他很难做到 他很多事情 他都不跟我讲 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事不跟你讲吗 被你发现了 有啊 很多事情 比如就是现在 我们家孩子嘛 上学的事情 他也是的 上学的事情 其实我就是想 跟他到一个 好点的学校嘛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忙 没有时间管孩子 只能找个 好的点学校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家庭的事 还是二胎的事 其实无非就是要不就将就 要不就讲究 我觉得现在的男人 因为你们年纪比我小 我就叫你弟弟好了 我觉得这位兄弟 他可能好多的事情 采取的一种打法 就是将就 但是女人的妹妹妹 但是女人的妹妹她是比较讲究的 我觉得你的现在的情况 因为你现在也是创业期 属于拼事业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与其说孩子和孩子和孩儿他妈以及这个家庭更需要你 倒不如说其实是你更需要你面前的这个女人和你们的儿子和你们这个家庭更多一点 你要把这娘儿俩把你的家庭当成你的加油站 它真的是你的加油站 你对他们好 你的事业就会越来越旺 你对他们的好 你的运气也会越来越好 因为你家庭和睦了 对不对 那句话叫什么 叫家和 万事兴 万事兴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让你的女人天天以泪洗面 垂头丧气地走林黛玉的路线 多逗她笑一笑 她笑起来很可爱 很漂亮 反过来我再跟妹妹说两句 我觉得你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 你说话基本没有逗号 那谁会喜欢听呢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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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第二个 你的表情问题很大 你的表情如果不笑 就会让人觉得很丧气 这个会对男人造成一定的隔阂 久而久之距离会越来越大 笑一笑好不好 对老公也经常笑一笑 其实他骨子里不坏 双下巴的人都很可爱 对他笑一笑 他就会对你会越来越好 好吗 希望早日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好不好 谢谢二位 谢谢 好 谢谢于东 谢谢老师 来 赵老师 我觉得先来说说女生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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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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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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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里全是你 随便要心跳 那个语东老师说了啊 怀了孕之后打个电话来带喜糖来 听见没有啊 好好好